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抢不到票 奥巴马的这场告别演说同事也在面部上进行直播 那么至今已经累积吸引了超过500万人观看了 是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说当中 现场气氛的十分热烈 那么演说还没有开始观众席中呢 就不断地讲起了掌声 包包马可是一连说了十几次的谢谢呢 都没有办法让掌声停下来 是 同时他自己还开了自己一个玩笑 说他就是个跨脚压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没办法让掌声停下来 都没办法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没办法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没办法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奥巴马最后一次以美国总统身份 向全球和美国人发表演说 他在演说中感谢了美国人对他的支持 而且同时也总结了自己任内的成绩 在提到夫人米歇尔的时候 奥巴马一度哽咽 落泪 还有他的支持者还高喊说 多做四年吧 演说的现场 观众支持奥巴马的情绪高涨 那么场外也不遑多让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如何在社交媒体上表达 对于奥巴马的不舍 我们看到了美国知名主持人 Allen在Twitter上面就发表说 他对奥巴马的爱比Twitter的容量还多 那么这位音乐人Steve Aukie 他则留言说 是的 我们能 是的 我们做到了 谢谢你 奥巴马 美国艺人你有则用了这张漫画 表达对奥巴马的不舍 广告当中自由女神抱着奥巴马的脚 不让她离开 似乎在暗喻 奥巴马离开了 自由也就不在了 还有人用了这张图说是要阻止奥巴马离开白宫呢 你看图中的人试图躺避挡车 的确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也相信看得出来大家对奥巴马非常的不舍 奥巴马的支持者对他现任感到不舍 不过也有人的态度是相反的 这位网友就上传了这张漫画 奥巴马举着手机自拍 那么背后是着火的白宫 网友说这张漫画总结了奥巴马过去八年的执政表现 还有接下来这位网友他是质疑那些认为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无法胜任的言论 他认为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成功的政治经验 八年过去了 他离开的时候还是一样 没有成功的经验 还有网友就表示了 奥巴马是美国最差的总统 只要再过十天 特朗普就会是我们的总统 他会让美国再度伟大 好了 接下来镜头拉回本地 过去的三个星期 圣诞节跟新年接着到来 那么交接期间 当然一大乐视就是大吃大喝 不过这个美味的大餐吃多了 身体可是吃不消了 日文换上这个糖尿病的几率 可能会因此而增加 是 根据调查就显示了 在本地糖尿病患者的比例 在发达国家当中可是高居第二 如果你想要吃美食又要健康的料理的话 其实只要换一些食材或者是煮法的话 就能够两全其美了 一起来看看吧 进入中心里面的几率 当然好吃又健康已经算很好了 但是再贪心一点 那它好看适合我拍照放上网 真的 那么有网友就别出心裁了 就教你准备一道健康好吃又好看的料理 感谢观看 再来看看 如果你最近有乘搭地铁的话 可能会看到一位女士 她不停地用探笔在报纸上 不断地在那里写写画画 是 这位女士叫做Lise Achen 她是来自伦敦 如果你在地铁里面 刚好是坐在她的旁边的话 那你就非常幸运了 因为她很有可能将她完成的这个画作 送给你或者你 是 而且这下画作很快 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一起来看看她的作品 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Lise Achen不停地快速地做画是有原因的 因为她这个是为了转移双手的注意力 是 其实她患有 就是她会不断地扣抓自己的皮肤 算是强迫症的一种 对 这种强迫症的表现 就比如说双手无事可做的时候 她就会不停地去搏落身上的皮肤 是 那么幸好是 她就是找到了对付这个病症的方法 也就是说画画了 那么说 如果你也想要依附她的话的话 告诉你 机会来了 这个月的15号 Lise Achen就会在地铁里面做画 想要的话 就要紧时间去碰碰运气吧 好 当然 随着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 非常欢迎你可以到 《诗诚有约》的面部网页留言 同时浏览8频道的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